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 紀錄資料庫 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 新聞的回覆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再進一步關注的議題 然後我們再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也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 收聽 收看 我想現在是疫情期間 所以在很多時候 大家真的要格外的注意自身的安全 保護好自己 當然就是能夠保護到別人 還很重要是出門一定要戴口罩 然後最好是不要隨便的趴趴罩 那當然 即使在疫情期間 還是有很多的 這種所謂的公共議題 我們都會特別的 一樣持續來跟大家來做關心 來做討論 在兩年前的5月24號 台灣其實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就是所謂的同婚合法 那當然同婚合法到目前已經兩年 但是有趣的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仍然看到有很多跟同婚有關的 訴訟的這個議題 例如說 今年的這個3月的時候 我們的同婚非常重要的 資深的統一人士 這個齊嘉威 其實就申請了這個跨國婚姻 這個爭取的權利 不過當時只有 有得到了這個部分的勝訴 那不過到了今年的5月6號之前幾天 好像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就是所謂的這個訴訟 這個台灣的跟澳洲級的這個同婚呢 其實也得到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 這個跨國婚姻的勝訴 那這個真的是在台灣的同婚會 因為這個勝訴而變得更順暢 或是問題都能夠解決嗎 看起來並不是如此 那例如說今年的4月1號 就有三隊的 同志的收養家庭 他們向法院提起的這個 收養配偶 養子女的這個收養申請 那現在還在這個程序當中 所以同婚通過了兩年 可是我們現有的法令跟上了嗎 我記得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 爭議就是要立專法還是要修民法 事實上你從現在回頭來看 你會發現這個當時的這個民法的 爭議 專法的爭議 其實還真的是有一些道理 因為很多的問題 恐怕都是因為民法沒有去修 而產生的 所以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的 秘書長呂玄平 來跟我們談這個議題 玄平你好 大家好 我是同家會的秘書長玄平 我們先在訪問這個玄平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段新聞 我們再從這段新聞來繼續的討論 今天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議題 就是同婚合法兩年了 台灣的法令真的有跟上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下面的這一則報導 有一對跨國同性伴侶 在2019年前往互政事務所登記結婚被拒絕 所以他們就心送要爭取權益 此案是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來審理 在今天宣判要撤銷拒絕登記的處分 所以互政必須要准許兩個人登記結婚 互政所是回應表示 會沿您討論 看是否還要上訴 來自澳門的阿古簽著架槓 台灣人興起的手好心情藏不住 這對異國同性伴侶想要結婚 卻屢屢觸交 兩年多前他們到互政事務所申請登記結婚 遭互政機關拒絕 因此決定提告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後 六號宣判撤銷拒絕登記的原處分 互政需准許兩人登記結婚的申請 創下國內跨國同婚訴訟首例 全部申訴的判決 阿古放棄澳門工作來台和幸奇一起創業 住在同個屋簷下生活緊密相連 他們認為就跟婚姻生活沒有不同 兩人的委任律師主張依照社外民事法律 適用法第六條的反制原則 阿古身為澳門公民 應以澳門民法來做判斷準則 但澳門人的婚姻關係是以當事人 闖居遞軌要件 因此適用台灣同性婚姻專法 雖然官司獲得勝訴 不過法院何以挺著強調 這起判決是個案 並不是所有的社外婚姻都能被登記 對於判決結果 護政事務所初步表示 仍有疑慮不排除會再上訴 而司法院在今年二月底 則是通過涉外民事法律 適用法第四十六條的修正草案 讓我國的國民和國家 沒有承認同性婚姻的外國人 締結婚姻後 在台灣也可以被承認 草案已經送進立法院審議 記者傳訊謝奇文台北報導 我們剛看到的這一則新聞 是台灣跟澳門籍的伴侶信吉跟阿古 他們在法律院的判決是可以有跨國婚姻 可是比較有意思的是 隔天一樣我們看到 台灣跟日本籍的伴侶到大安 台北的大安區公所去登記的時候 其實還是一樣沒有辦法辦理 只能夠去填寫申請書 所以好像這個法院做出了 可以跨國婚姻的這個判決 但是實際上面 在行政程序上面 恐怕還有一些要值得去克服的地方 可是回到我們今天更大的一個主題 就是同婚合法了兩年 台灣的法令跟上了嗎 所以我們先想要請教這個選評 就是就您自己的觀察 其實我們看到這兩年來 有很多的訴訟都在進行 簡單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同婚合法兩年 我們的法令跟上 我想一定是沒有嘛 不然其實我們在司法段 以及在這個社會新聞當中 其實還是會看到很多同婚的未盡事宜 那其實就如主持人剛剛所講一樣 其實跨國同婚是一個 那以及我們在4月1號所召開這個同志無學員收養訴訟 又是另外一個 那其實除了這種可以訴訟案件的以外 還有很多法令是目前是任戴修正當中的 例如是像在家暴法當中 因為同志的配偶他們是沒有姻親的這個關係 所以也沒有辦法適用家暴法的保護令 那再來就是其實針對人工生殖的部分 那一新年的夫妻跟這個所謂的同志配偶 仍然是有區隔對待的 所以除了訴訟案件以外 還有很多修法事宜 任戴大家一起努力 你剛剛特別談到這個台灣的同婚 非常重要的法源 就是這個大法官釋憲的748號的專文之後 這個後來發展出來這個專法 那這個專法的本身 我想要先請教一下 他不是保障的 剛剛談到的同志可以結婚嗎 那剛剛談到了包括收養的問題 包括剛剛談到的跨國婚姻的問題 難道這不在於這個 748號解釋文的保障範圍嗎 也就是到底這個748號的解釋文 他的保障範圍到底在什麼地方 特別是你剛剛談到 有兩個重要的事叫做殷勤 是 其實在748號的這個 視線文當中 我們可以看見是 他主要還是針對同性二人 他可不可以締結婚姻來作為一個解釋 當然你可以從這個四肢 他裡面的解釋當中去看見說 他還是希望未來 如果有所區隔對待的時候 必須要比較從嚴格的方式去做審視 去了解針對一性伴侶 同性伴侶 是不是有所差別 也必須要給一個比較好的說明 但是實際上來講 大家也經歷過這幾年 這個婚姻平權法案的這個挑戰 在這一波挑戰當中 其實也經歷了2018年的這個公投結果 所以其實這個公投結果 直接讓這個同婚的這個法案 是必須以專法方式來 所成立的時候 專法就是有比於一般的民法 他就必須有所取捨 所以在這個取捨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是一個折衷的立法方式 把兩個人之間 除了結婚這個權利以外 在針對比如說生子 或是跟家族建立關係 甚至是跟他國人是結婚 這些事情都被折衷掉了 所以因為看在這個折衷的狀況之下 很多權利是人大我們繼續爭取的 這也是當時非常重要的一個民法 這個修卡 或者是所謂的專法 是一樣的 或者是所謂的兩間很大的一個爭議 像聽起來其實看到一個非常奇怪的一種狀況 就是這個法律是保障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可是這個兩個人以外 他涉及到各式各樣的親屬的關係 事實上就不在這個法律的保障範圍 對 其實可以感受出來是被刻意排開的 因為待會兒我們可能會細談到 更多法律上的細節 可是我們會看到很多 法律上的折衷的狀況 就是他們最小的保障 兩個人之間可以結婚 可是一旦跟他人有關 不管這是家族的人員 或者是跟子女有關的時候 就會發現跟異性戀家庭的區別對待 就會非常的明顯 你剛剛特別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家暴這件事情 我剛剛談到 兩個人之間的法律的關係是被保障 可是我們也常提到說 這個結婚不是兩個人的事情 結婚是兩個家庭的事情 那這個家庭當中很多的法律 他其實包括剛剛談到的收養等等的問題 或者是基層等等的問題 他其實就不是只有涉及到兩個人 那你剛剛談到家暴 家暴不就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嗎 例如說我今天被我的伴侶 這個毆打 或者是有任何的恐嚇 我可以申請保護令 那家暴法沒有辦法保障 這兩個人之間 或者是還是他沒有辦法保障 這兩個以外的這種所謂的親屬關係呢 對 特別是兩個人以外 這個親屬關係 這邊我們所談 其實就是由婚姻而建立的親屬關係 就是我們常聽到姻親的這個概念哦 那可能一般人 並不太清楚說 原來同婚專法 訂定下來之後 在這個同婚專法的第五條規定當中 其實同志配偶跟雙方的家族 是沒有所謂的姻親關係 那可能很多人聽到沒有姻親關係 也不太清楚哪裡不好 那甚至是會開玩笑說 那不用孝順婆婆 不用有這個撫養義務 難道不好嗎 但實質上姻親的這個親屬關係 其實在這個法律的權益概念上 他並不是這麼的積勒的 他還是有些代表性的意義 特別是說 譬如說我們在民事訴訟案件當中 如果有一些要拒絕作證 假設跟你的相關當事人 是所謂姻親的話 你是可以拒絕作證 或是有所謂法官迴避這些原則 那再來是 如果今天在一些相關的承包案件當中 必須要做利益迴避的話 姻親也會在利益迴避之中 那除了這兩種以外 我們今天可能會想要跟大家分享比較多的 就是所謂家暴訪當中 他的第三條 其實規定了家暴法 他申請保護令的時候 有哪一些範圍跟親屬關係 是可以來做這個保護令的申請的 因為剛剛可能聽到歐打 或者是說恐嚇 甚至是所謂的精神上的騷擾 如果你今天沒有所謂的保護令當中 可以適用這些範圍的話 那你可能只用一般的刑事訴訟案件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嘛 訴訟案件曠日廢時 你要立即達到人生保護的效果的話 那其實保護令還是比較快的 但是因為同志配偶之間沒有姻親 所以如果我被我的同志配偶的 婆婆就是他的媽媽就是來騷擾的話 我是沒有辦法對他申請保護令的 那其實大家應該可以想像 法律的通過不代表社會的觀念 或是家族的觀念可以馬上改變 那其實還是有很多的長輩 他對於自己的小孩可能地解同性婚姻 他會有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 甚至是不舒服 想要進一步有所 你可能覺得是一種騷擾的情況 甚至我們自己所處理過的案件 他會強制把他的配偶在這個職場上做出軌 然後甚至是告訴對方主管說 你的下屬去影響了我們家族的生活等等的 那這些行為其實如果他是異性戀配偶的話 他是可以來申請保護令的 但是卻因為是同性配偶 所以目前是無法的 所以在實際上沒有發生過 你剛剛講的那些例子嗎 就是這些可能這些配偶的家屬 對於這個同婚的不諒解 或是不理解 所以他有各式各樣的騷擾的這樣一個案例 對特別是因為我們自己是服務同志家庭 就是服務自己是同志伴侶 那是有小孩的 那其實我覺得在台灣社會當中 牽涉到孩子的議題的時候 有些時候長輩的反應是會比較激烈 那像我們自己服務過的案例就是 他可能本來對於這一對男同志伴侶一起生活 畢竟他們可能年紀也比較長了 就覺得反正互相有一個陪伴就好 可是當他發現原來他們想要生小孩 甚至是後續孩子來到家裡之後 其中一方就會覺得孩子千萬不能夠在 這個同志家庭當中生活 那所以其實就開始有一些所謂的騷擾行為 那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同住的事實 因為這個交保房當中如果是同住的話 還可以申請保護令 但是其實現在蠻少人會跟自己的原生家庭 在結婚之後還同住的 那沒有同住事實 然後又沒有因親關係 那甚至是有發生過搶奪孩子的這個狀況 甚至以及我剛講他可能會打電話去做騷擾 威脅說如果你不把孩子給我 或是你不跟我的家人分開的話 那我就要公開你的性形象等等 就會有這些恐嚇言語產生 這樣聽起來其實有點荒謬 就是我們其實在剛剛談到的 既然是結婚嘛 結婚就是兩個家庭的事情 可是當時的法律 怎麼可能會沒有考慮到這些 或者是其實當時只是為了要趕快 能夠讓這個婚姻能夠去同婚腿通過 所以這些都不管了 那這也是當時非常重要的一個 如果其實當時能夠耗著 所以現在大概就 這個問題相對上應該會比較少了吧 大家其實應該可以感受到 在大法官釋憲之後 定下兩年這個期限 那因為又遇到2018年的公投 結果出來之後 實際上跟真正通過法案的期限 是非常的趕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為什麼會針對 除了兩人結婚權利以外的做出折衷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也是希望能夠 說服社會大眾去說 這件事情其實你們不用擔心 這只是這兩個 同志朋友的事情 他不會影響到你們家族 他不會影響到你們的小孩 那在這種說服的邏輯之下 殷勤或是子女的權利被排除 也是可以想像的 但是在現實上面已經 這個同婚合法也過了兩年 那這些法律有進行在 這個修改的過程當中嗎 或者是你們怎麼樣去回應 這個在現實上面生活 所造成的各式各樣的困擾 確實是有在修改當中 那其實 從去年這個新任的立委上來之後 其實 我們同家會跟 財宏平權大平台 或是同志諮詢熱線 其實我們都一起向立法院的委員去說明 其實 亞洲第一的這個同婚專法 事實上還有很多未進事宜 那剛剛所提到的家暴法的這個修法 以及就是收養跨國婚姻等等 我們都有跟立委這邊在做拜會跟討論 那針對家暴法的部分的話 目前是有時代力量黨團這邊提出 家暴法第三條的這個修正法案 把這個同性陰性的部分也一起修正進去 那目前還在等待審查 嗯 好那你剛剛談到的 其實不只是剛剛 我們談到家暴的問題 跟陰性的關係 其實另外一個也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就是有關同志收養 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同志結婚是一個基本的權益嘛 你有人的 這個人的 這是各樣的一個性的需求 家庭的需求婚姻的需求 那不管他的性別是什麼 就是結婚嘛 那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對很多人來講 其實為什麼這個結婚就結婚 那收養 就可有可無啊 很多人也就覺得 這好像也不關我的事情 收不收養 反正同婚本來就 在生殖上面可能就有一些困難了 那收不收養也不是那麼重要啊 可是事實上 我們在前置也看到有三對的 這個同婚家庭 他們去申請的跟收養有關的 這個所謂的法律的提出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這個議題 我們先來休息一下 然後也看一下這個新聞的片段 來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台灣同婚合法即將兩週年 但因為同婚專法限制 無法收養無血緣的子女 多個創意團體跟同志夫婦 都希望能透過向法院提出收養申請的訴訟 為收養的子女爭取完整的侵權 為小女兒唱生日快樂歌好快樂 喵喵和韋韋交往十六年 去年經過法院裁定 正是收養孩子 可是因為同婚專法限制 只能收養配偶的親生子女 導致同志無法共同收養無血緣的子女 等於要輪流請育嬰假照顧都不可能 因此鼓起勇氣提起訴訟 多個創意團體認為 現行法律的不完備 導致不完備的侵權 限制想要孩子的已婚同志 不能共同收養子女 也無法收養另外一方的養子女 他其實是在雙心的家庭裡面生活的 但在法律上 他還是是單親的狀態 那我們認為這是非常不符合 兒童最佳利益 包括喵喵等三對同志收養家庭 將在倡議律師團的協助下 向法院提起收養配偶養子女的收養申請 這個部分我們覺得 對孩子的權利是保障是不周的 所以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會從一審開始打起 那我們當然最終是希望走到 大法官的憲法書上 憲法法庭 希望可以把這個案子翻轉過來 倡議律師團強調 未來希望官司人一路進行到憲法法庭 爭取釋憲 而目前也有立委關注此案 也希望透過修法的管道 為同志收養家庭 爭取完整侵權 記得陳嘉欣 陳立峰台北報導 歡迎回到燦爭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的管宗翔 燦爭時光會客室的經費是由公眾集資來捐款 我們希望透過公眾的集資 然後讓我們的節目讓公民情動影紀錄資料庫的報導 能夠更獨立能夠更獨立能夠更深入也歡迎大家能夠捐款給我們 那我們今天要跟他談這個議題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也許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上面 不管是疫情也好 或者是這個事件本身的發展 已經越來越少的關注這樣的議題 就是同婚合法兩年了 在兩年前的5月 同婚合法 台灣的同婚宣佈合法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特別是法律的問題一個一個冒出來 這也其實也讓我們再重新檢視 當時的這個民法或者是專法 修民法跟這個專法制定的爭議 到底到現在留下了什麼樣的一個後遺症 今天在節目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 是同家會的秘書長李選平 選平你好 嗨 大家好 我們剛剛在上一段的新聞裡面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是有三對的同婚的家庭 他們其實申請的這個收養 但是也遇到了困難 可不可以先告訴我們 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其實無血緣收養 可能對於台灣的社會大眾有點陌生 那這邊也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那事實上在2012年兒少全法修法之後 如果你要去收養一個 可能大家想像當中去育幼院 或者去其他地方收養一個 跟你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的時候 可能在以前的八點檔或是花系列的時候 可能就會常常看到說把孩子抱來抱去 那可能最後去法院做一個流程就可以了 可是2012年兒少全法修法之後就不行囉 我們就必須要到這個收出養機構 特別像利希娜、兒福聯盟 這些大家兒熟能詳的單位 去提出這個無血緣收養的申請 那透過這個社工跟這個司法官的重重評估之後 可能要歷經數年的時間 你才會成為這一個孩子合法的家長 那大家應該也可以想像 為什麼會有孩子需要被收養呢 那想當然的就是他們在原生家庭當中 其實可能沒有辦法持續的獲得完整的照顧 我們常常看見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 他們爸媽可能在他們懷孕的過程當中 可能坐牢或者是吸毒 所以這個小朋友一生下來 他可能的身心發展狀況不是這麼的好 那甚至是被丟棄在醫院門口等等的 那其實有非常多的孩子在台灣 每一年至少有上百個孩子 都是需要找到這個家庭 能夠持續的讓他們的生命 以及生活發展下去喔 那在2012年兒哨全法修法之後 其實也讓很多同志朋友發現 當時一定是還不能結婚嘛 畢竟是那麼多年前 可是其實收養他並沒有綁定婚姻的要件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單身人士 不論你的性侵向 你一樣可以跟這個收出養機構 來遞交這個收養申請的 所以2012年開始之後 同家會就是我們組織呢 開始跟這些收出養機構來討論 那怎麼協助這些社工單位 來協助這些收養的評估 那其實我們剛剛所提到 在4月1號提起這個同志無血緣收養訴訟的家庭 他們就是在這幾年當中 他們一直以伴侶的身份 進到這個收出養機構做評估 但是因為法院的規定 法律上的規定 他們只能夠用單身的 其中一位的人士的這個作為主要的收養申請人 那大家好不容易跑了好幾年 然後甚至也等到這個2019年524 這個同婚專法正式生效 當時大家就在想 那我們終於可以以一個同婚配偶的方式來完成這個收養流程 終於不用再是假單身了嗎 那沒想到這個同婚專法 他其實卻禁止了同婚配偶共同收養無血緣收養孩子的這個權利 所以就會造成一個非常奇怪的 為什麼會禁止他們的收養的權利 一樣是我們剛剛談到那個 那個姻親的關係還是什麼樣的原因呢 主要是他在同婚專法的第20條當中 他是唯一一個提到子女權利的這個法條 他規定了就是如果你要收養的話 你只能收養配偶的親生子女 所以如果配偶過去是收養養子女的 那就不是他的親生子女嘛 那這個小孩子怎麼辦 這個小孩子就只能夠跟唯一一個當時做主要收養申請人 他有這個親子上的關係 另外一個同婚配偶的這個家長 就永遠沒有辦法在法律沒有修正之前 沒有辦法成為他法律上的家長 所以對於這個孩子來講 他生養在一個兩個爸爸或是兩個媽媽的家庭裡面 但他在法律上卻是一個單親的狀態 他只有一個法律上的這個保障 那就會變成一個很怪的狀況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單身的同志 那我一樣還是可以跟吳雪原收養機構去做這個收養申請 但如果我是一個已婚的同志 因為這個專法他沒有給予我共同收養的權益 所以我反而失去了這個收養的資格 甚至我們在近期也有收到一些個案的回饋 他們就變得是說如果我已經 很多人其實並不知道這個限制 而且這個限制也很不合理嘛 所以很多可能同志朋友他們很開心的去結了婚 然後開始規劃自己未來要有小孩子 然後願意去收養跟自己沒有協員的孩子的時候 他打電話到這些收藏機構 收藏機構發現他已婚的時候 就只能拒絕他 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的法律沒有辦法讓你完成收養 甚至是難道我要離婚 恢復這個法律上單身身份之後 我才能夠完成這個收養流程嗎 那其實這也讓機構很為難 因為總不能勸人家去做離婚 然後再來完成這個收養吧 所以你是指的是現在 如果他們是一個同婚的狀況是 法律上面不保障他們收養的權利 對他們不像異性戀夫妻一樣 可以共同收養無邪人的孩子 他們唯一能夠收養的條件 就只有在專法20條去收養配偶的親生子女 那這個在俗稱上叫做寄親收養 就是寄序這個寄 那其實在民法裡面 異性戀當然也會寄親收養吧 就是如果一對夫妻離婚之後 遇到了新的伴侶 那這個新的繼父或是繼母 想要來收養這個乾坤生子女的話 他依然要走這個寄親收養 那在民法的寄親收養裡面 他只有寫收養他方子女 他沒有綁定親生這兩個字 那我們就想問啦 為什麼要對同志家庭有這樣區別對待呢 那實際上來講 對於同志家庭來講 也會造成一個區隔嗎 因為如果我是人工生殖的 或是我是以前的婚姻關係 親生的小孩 我在2019年之後 我就可以讓我的同性配偶 完成這個寄親收養 可是如果我之前 辛辛苦苦的完成單身收養的這個家庭 其實我在2019年過後 我的另外一半 依然是沒有辦法來寄親收養我的小孩 這樣的狀況底下 對這個被收養的小孩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最實際影響的就是 他明明是有兩個家長 但是他只有跟其中一位家長 是有法律關係的 那對於孩子來講 他最需要的是什麼 就是生活上日常的照顧嘛 對 比如說有人可以帶他去看醫生 比如說現在在疫情當下 其實我們都非常緊張 為什麼小孩他 不希望他去上學 不希望去群聚的原因 就是擔心他容易感染嘛 特別孩子他可能免疫系統 比較不好的時候 其實就我們自己家長的實際生活經驗來講 他可能兩個爸爸帶孩子去看醫生 可是要再幫小朋友 在零貴去做任何的資料的填寫之後 就只有其中一個爸爸可以來完成這個手續 那如果這個爸爸他今天有工作 或是這個爸爸他臨時有事情要走開的話 另外一個人跟這孩子的關係是什麼 他明明也是他實質生活上的爸爸 可是對於醫療單位 但是他沒有那個法律的授權嘛 對對於醫療單位來講 他就是一個陌生人 明明我就是那個日夜照顧的家長 可是實際上來講 我就是法律上的陌生人 那如果今天孩子他今天不幸是出車禍 或是需要簽署 就是重大醫療的一些相關文書的時候 這個家長他完完全全 沒有權利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那要該怎麼辦 不過最糟最糟的狀況就是 如果這個擁有侵權關係的家長 他不幸發生意外了 今天出車禍是他 那這個孩子能夠理所當然的 跟另外一位家長生活下去嗎 不行 對 那這個孩子他過去已經在收出養體系 已經藏過了被原生家庭 可能沒有辦法繼續照顧而分離的痛苦 那現在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愛他的家 其中一位家長發生意外之後 他卻沒有辦法順理成章 跟另外一位家長繼續生活下去 其實對孩子來講 這已經無關乎是同志權益的問題了 我想這的確是剛剛談到了 這個是對小朋友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保障 特別是這個小孩 如果未成年 他同時需要有很多這個家長相關的 不管是在實質上面協助 或者在法律上協助 這個對小孩 他其實就突然間 他可能沒有家長的 沒有這個所謂的相關的 這個保護或是協助他的人 我覺得這個對他的生活 或者是在他身心的衝擊 恐怕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過再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或許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結婚之後結婚 為什麼要收養小孩呢 為什麼要特別在法律上面 保障你們去收養小孩的權利 就是不收養小孩 你們一樣可以結婚 一樣可以過著幸福美滿快樂的生活 不是嗎 我想對很多人來講 同性婚姻是一個新的一個挑戰 或者是說對於同志伴侶可以結婚 這件事情大家也是逐漸在接受 但是我覺得對於一個社群 或是對於一個國家來講 任何的區別對待 我們倒要去思考為什麼 思考為什麼的事情是 今天我們對於一個同志伴侶 我們肯定了 或是在憲法上 我們讓他們有一個結婚的權利 事實上並不是一個恩惠 更不是一個施捨 我們今天對於這個婚姻權利的肯定 是來自於我們肯定這個人的人格權 我們認為他不應該 因為他的性侵向而有所區別對待 所以今天當這件事情是一信念朋友 他可以在結婚之後所享有的權益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去問說 那為什麼同志朋友不行呢 那實質上來講 剛剛我有提到說 每年都有將近六百多個孩子 是在等待收養的 那實際上每一年沒何成功 有辦法找到家庭的 就只有兩百多個而已 所以實際上來講 真正需要收養的孩子是非常多的 每年可能有三四百的孩子 都在等待收養的機會 那我們真正應該是增加這些孩子收養到的機會 讓他找到一個完整的家 那其實相對來講 同志朋友收養還有另外一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是 對於一信念朋友而言 其實他還是會有一個很高的期待 是我們結婚之後 有一個孩子是由我們雙方共同的血緣 他們對於血緣的追求這件事情 可能有一個這個社會上 或是自己個人價值觀上的一個想法 或者是一個堅持 但是其實同志朋友 他只要有基礎的生物觀念 他就會理解說 他不可能有一個孩子是有雙方血緣的嗎 他們對於血緣這件事情 其實是看得比較淡的 甚至是更能夠去接納說收養無血緣的孩子 因為對於同志朋友來說 現況下人工生殖法 代理孕母法都還沒有在更動 或是有任何的前進之前 實際上來講我們要去負擔 海外人工生殖的這個成本 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能是上百萬起跳 更況疫情的關係 就算你有辦法負擔這個經費 你也根本出不去 所以其實對於很多同志朋友來說 與其花這個上百萬 我不如好好去照顧一個等待家的這個孩子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幾年 跟社工夥伴合作顧問當中 他們也會告訴我們 其實同志朋友可以在更年輕的時候 就記錄到這個收窗體系 相對於一新年夫妻 他們可能平均是40歲之後 他們才會走到收養這一步 為什麼 因為就是試人工生殖 已經試到不能再去 只是某種他已經很努力了 但是沒有辦法 所以最後只好走到收養 可能是一個次家的選擇 可是對於同志朋友來講 收養永遠都可能是前幾名的這個選擇 而且他們其實在收養的這個過程當中 又發現一件事情 一新年夫妻有時候 對於收養小孩的身世告知 其實他可能不盡然這麼的誠實 他可能不會完全的跟孩子去坦白說 他是他收養來的 就會假裝是自己生下來的 可是同性配偶沒辦法 同性配偶的小朋友 他只要有生物觀念 他就會知道說 那我是怎麼來到這個世界上 一定是有其他的方式幫助我 才會成為你們的孩子 所以其實他會更坦然的跟孩子去談 身世告知的這個議題 那其實這也是以兒童最佳利益來看 是最重要的 因為孩子都有權利知道他是怎麼來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這麼積極推動收養權利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同志朋友是更可以 或者是說更有動能 那現況上來講 也是可以一起加入 讓這孩子找到家 提供更高的這個機會 在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談到4月1號 有這樣的一個同志的家庭 開始在申請這個所謂的收養的這個申請 那其實也進入到這個司法的程序 我不曉得在台灣的司法人員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新的觀念 或是新的關係 台灣的司法人員 怎麼去看待這樣的一件事情 在這個申請的過程當中 有遇到什麼樣法律上面的困難嗎 其實在這一個收養的案件當中 過去在做單身收養的時候 一定也是經過失事關 這邊要做審核 那我們的同志無選人收養家庭 他們其實過去在做這個 單身收養審核的時候 社工其實是有很明顯的 在這個評估報告當中提出 他們實際上是一對伴侶 來一起撫養這個孩子 那我們就有遇到有失事關 會直接跟這個單身撫養的 主要申請人講說 現在法律不允許你們共同收養喔 所以你們只有一方可以有這個孩子的 收養的權利 但是他要那一位沒有辦法 跟孩子建立親子關係的家長 在法庭上保證說 雖然你沒有法律上的這個權利 但是你要保證 你會跟親生的 你會擁有法律權利一樣的 去愛護這個孩子 然後呢 你們不要在結婚之後呢 就又來遞交這個寄清爽的申請 因為這樣是在挑戰法律這樣 那其實是很荒唐的 對這個聽起來有點 歧視可白印象 這個有點莫名其妙假設都跑出來了 對 他就是害怕說 你們要挑戰這個法律嗎 但是這個挑戰法律 絕對不是同志朋友今天閒閒沒事 然後想要跟整個司法底細對幹嗎 他今天一定是 我為什麼要申請這個寄清收養 就是我希望能夠成為我孩子法律上的家長 特別是我這個孩子是 他歷經了這麼多的困難 他在受創底細當中 已經這麼辛苦了 那我希望能夠對這孩子更多一份保障 對 所以絕對不是說像他們講一樣 你不要來挑戰這個法律的權威 事實上我要挑戰的是 我要想成為我孩子在法律上真正的家長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司法體系對於同志家庭有一點無奈 或者是說有一點希望說你們不要來找我們麻煩 因為法律就是這樣子 或是過去再跟司法界打交道說 還是可以看得出來說他們對於同志家庭 到底在這個社會上會遇到什麼困難 還是有一些擔憂 或者是說希望你們主動先來回應說 如果你們被歧視了怎麼辦 那我想這件事情他們是不會去問一心念夫妻的 他們不會去問一心念夫妻說 那如果收養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們是收養跟你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 那未來被歧視怎麼辦 但是同志朋友就很常被問到這個問題 至少在我們服務的經驗裡面 同志家庭永遠都會被問說 那如果這個社會去歧視你們的話 你們要怎麼做 雖然我們可以理解他這可能 如果我們比較溫馨的想他是一個提醒 可是比較殘酷我想的是好像 同志朋友要為這個社會的歧視 負起更多的責任 這也是你剛提到的 其實在同合法化過去 過了之後這個不只在法律上面 有很多要去修改的地方 在很多社會的觀念裡面 恐怕還有很多必須要去調整 有很多更大的進步的空間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 就是你們在這個所謂的走法律的流程 就遇到了這樣的一些 不管從社工來的這些一些疑問 或者是才至於這個法院裡面的疑問 有很多很多這個在文化上面的 在現實上面的困難 那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這個法律的訴訟該怎麼打 你們打算怎麼樣去進行 最後會走到這個所謂的視線這一條路嗎 你們怎麼樣在這個法律的路上去 讓他有可能這樣的一個更為平等 或回到一個正常的人的基本的權利 這個基本的權利 當然就不是只有保障這兩個人的婚姻的關係 而是相關的 本來在民法上面這些所謂的權利 都應該有的保障 或者是你希望我們的一般的大眾 怎麼樣去一起參與 這樣關心這件事情 實際上來講 我們不是只做司法訴訟這部分 我們同樣也在做立法上修法這個常理 所以在這個立法院當中 他是有相關的法案版本 已經是在等候二讀審查這部分 那實際上來講 我們所希望做一件事情是 把這些同志家長的故事 以及他們如何照顧孩子這件事情 分享給這個社會大眾 其實蠻多的一心念朋友 或是支持這個議題的朋友 他們在看到同志社長家庭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有些時候大家的想法非常的可愛 比如說大家的想法是 哦 那他跟我照顧小孩沒有什麼差別啊 對 實際上來講 任何性侵向人家長在照顧孩子 我們都是面臨一樣的問題 比如說教育部宣布停課到6月14 大家都不分一同的崩潰嘛 就會覺得我要持續的照顧孩子這件事 所以看見相同的部分 看見相同的生命故事 卻遇到國家以及這個法治不公平的對待 這個差一點是必須被突顯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做更多的訪談 或者是去彰顯更多同志社長家庭 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就是因為這樣子 同婚法案或者是說性別平權的相關法律 其實一路以來都是透過人的生命故事而被看見的 這個生命故事有所缺失 這個權力有所缺失的時候 傷害的不只是價值觀上的對立這個問題 不只是挺同或是反同的議題 其實傷害在特別在收養的這個議題上 傷害就是這個孩子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兒童最佳利益 這個司法事務官或者今天這個社工評估 他要求我們如果今天在一系列的評估流程當中 我們需要經歷什麼評估我們就走一邊 他今天要社工來做訪釋我們就讓他訪釋 更何況大家應該也可以知道這幾組家庭 他們過去都已經歷經了單身收養的評估流程 事實上無血人收養的評估流程比 寄清收養的評估流程嚴謹非常的多 因為寄清收養的孩子是本來就在家裡的 是繼父跟繼母要來做這個申請 但是無血人收養的孩子是一個還沒有進到你家裡 等待要收養的這個小朋友 所以如果這些家庭他們過去3到5年 都已經經過了重重的評估 已經證明他們的親職能力了 那我們也相信這些家庭在輸送當中的家庭 他們可以經得起寄清壯這些評估的指標 那如果這些評估的指標都已經顯示 他們是非常良好的親職能力 他們才是真正應該要繼續跟這孩子 維持法律上親屬關係的人的時候 那我們就必須再叩問這個司法黨位 那為什麼不給我們這個權利 為什麼要犧牲子女的最佳利益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議題針對家庭這個議題 不要再停留在於 什麼性侵限量的家長可以養孩子 應該停留在於 孩子需要什麼樣的家庭空間 家庭管系 什麼樣的人可以持續的照顧到他 把他這個議題拉到一個 兒童最佳利益去跟這個社會來做對話 的確我覺得我們今天聽完了這段節目 或者今天這個訪談你會發現 原來我們的法律是這麼的荒謬 原來當時在去爭取這個民法的修法 這從一個根本上面去解決 是這麼的有道理 因為我們看到這兩年以來 有太多的法律的問題 有太多荒謬的現象是一個一個的浮現 當然我們也相信法律的通過 不代表這個文化上面的認同 或是接受 這的確是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慢慢的去調整 或者是慢慢的讓我們的觀念 去對這些有更認識 基本的認識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認識 就是我們要認識一件事情 人的權利應該是平等的 我們不應該是假設 同性戀的家庭 他就一定是如何如何 異性戀家庭一定如何如何 我想這是一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不是同性跟異性之間的關係的差別 今天非常謝謝秘書長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 還有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謝謝